为特朗普提黑弹提香的将军 也被中国黑病毒接到 中国病毒精准接到 川普和他的助手提黑提香的将军 也被接到 这是一个结果的黑报警的信息出来 川普身边随身提黑提香的 黑暗流提香的将军 他的提香里边 是川普随时都可以动用提香里的案件 如果事业上发生危机 可以同时发射黑弹 这个黑提香里边同时会发射黑弹的黑暗流 有多少枚了 同时会发射900枚黑弹 同时会摧毁整个国家 可以说川普身边提黑提香里边的黑暗流 川普如果一旦像中国风筝那样不高兴 就可以直接把中国大陆 整个大陆全部瞬间摧毁 或许可以把世界瞬间摧毁 但美国是有这个底下的 不像中国人 中国人的血液还可以炸毁地球 这种事情中国人都敢发出来 还敢想出来 习近平公然可以同意认可这种信息发出来 你想中国的血液有多血 但你打得过美国吗 那是不可能的 对美国来说 这绥靖政策42年 就是跟中美建交42年以来 也就是说还不是跟中美建交 中国跟美国 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美国跟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42年以来 美国对中国对华政策是全面失败 没有一个政策是正确的 没有一个政策取得成功 而且使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了 一步一步走向了战争的边缘 让中国一步一步的庞大 让中国一步一步的膨胀 这是美国人一手一手 一手一把地交出来的 一手一把地提起起来的 现在中国到了提起黑弹 跟美国人较量的时候 美国人有何感想 美国人觉得应该怎么办 中国的膨胀 完全是美国从技术上的 这个一把一手一把地交 从学生培养到成人 从成人培养到中国的战狼 培养到中国的将军 从中国一分钱没有 从美国一分一分地跟中国提供 现在是上万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 美国人应该是仔细想一想 你培养出了一个摧毁世界 摧毁美国 摧毁地球的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你该怎样处则 对中国的问题 就是前面我说了 就是说美国的政策 对中国的问题是全面失败 一个都没有正确的 一个都没有成功 完全是与美国的想象背道而驰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们 爱好和平的人们 想一想该怎么办 对中国的围堵是不够的 对中国的围堵应该改成进攻 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应该改成消除 他们听说是人家的地盘 摧毁 这个不像是他的地盘 美国在川普被感染以后 对 同时启动了一二地木日飞机主战平台 木日飞机主战平台是一个黑指挥平台 黑指挥平台会同时创普不在的时候 同样会摧毁整个敌对国家 包括整个地球 这个危机时刻 全世界都应该为 为这个世界的末日 末日的来临利于把汗 当然任何人都不知道哪一分哪一秒 会这个地球会真正正正正的毁灭掉了 人类的末日会一瞬间就到来 任何人都不可想象 也想象不到 因为没有感觉 哪怕是你还在英国业务 还在这个循环中路 那这个末日又来临利于 现在美国该怎么办 对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协议的人 美国该怎么办 美国的包围 美国的缓解 美国想保留一个虚假的和平 这一方案是非常的错误 应该是直接把中国这个协议政权解体 应该把直接把中国九千万党员摧毁 因为它是围解到这个所有中国人 包括全世界的这个恐怖分子 比恐怖分子还有恐怖 他们已经流伤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你知道多少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已经部署了几十年 他们已经部署完毕 随时他们都可以在世界上启动黑战狼式的爆炸 启动是黑战狼式的这个改变一个国家 改变对方 我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已经到了共产党手里 那美国还等什么呢 那美国你还围堵 围堵他干什么呢 其什么作用呢 美国的敌人不仅在中国大陆 不仅是中国大陆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 不仅是中国人 而且美国的敌人已经在美国人的家里 已经在世界爱好和平的西方国家人们的家里 我是支持川普的 首先是 我是共和党 首先是摧毁那个国家 同时的话 要把所在国家的所有中国人全面排查 全面清查 包括绿卡和永久性居民 这些人对美国对西方任何国家威胁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掌握了对方国家的资源 掌握了对方国家的信息 掌握了对方国家的行踪 然后跟住当地的这个中国领事馆 他们遥相呼应 听从中国指挥 那你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你的国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必须是摧毁这个国家 而且这个 现在好像是美国又想这个缓解台湾局势 缓解有什么用途呢 缓解你这个矛盾并没有解决 缓解敌人并没有解决 别人贴贴在进攻 别人随时随地在进攻 那里其实缓解有什么作用呢 没有作用 那美国应应该是清醒了 应该是对中国发动战争 对中国发动战争是有绝对绝对理由 解体中国是有绝对理由 Wonderful 重新让中国这个把它责民化 美军进入以后把它这个强行责民化 那时候美国和世界才有和平的可能性 因为中国一个大约统的中国一个十四亿恐怖分子的中国不存在以后 这个世界上可能就和平多了 如果让一个中国十四亿恐怖分子的国家存在 而且不断向全世界输送恐怖分子这样一个邪的国家 那这个世界能和平吗 这个世界能不动荡吗 那你美国不动荡吗 你美国国内的动荡 难道说跟中国跟中国共产党的输入 这个恐怖分子的输入和你和你美国输送跟中国的美元 美元再再然后再摧毁美国没有关系吗 美国应该是想好了 美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美国人自己 取决于美国人自己的决心 取决于美国自己的信心 解决中国问题不是谈判 已经在谈判桌上不可能了 必须是让这个中习的国家把它摧毁 一举把它摧毁掉 把它解决掉 这样才可能 如果美国不愿意这样做 那么就让中国这个国家 自我战争战争一千年 打出一个和平 打出一个民主国家 打出很多个民主国家 解决于很多个民主国家 让这个中国自我解决 那就是让他们战争 让他们战争上千年 让他们打出一个与西方价值相同的 一种新型的族群 新型的国家 这才是美国的未来 如果美国还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老大 还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生活的美满的一个和平的和自由的国家 那么美国不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会解决美国人的问题 现在中美关系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当然我前面说了 不是中美关系 因此这个美共关系 到了这个水火不相容 有你没有我的这种关系 必须是摧毁对方 还有在那里 七